大家好,我是三毛九的熊掌,大家掌草掌夠了嗎? 又來到歌草的樂版本更新啦 這次是新角色,使最強坦克、招勇跟絕品侵羅刺戀 以及開放九如塔跟六隻角色的神兵技能更新內容非常多 大家可以慢慢看唷,我們直接進入影片主題 本次的飛鳥魂渡這個月版本,更新時間是3月17日早上 這個維修實在太特別了 原本是凌晨1點就開始維修 然後更新的資料有點大,有點怕工程師爆肝,只休3個小時而已 我覺得應該會延後開機啊 那月版本的好處就是這樣子 更新完就會給石之音5個 證明一件事情大家別誤會了 台服跟陸服一樣,月版本更新都是會給5個非洲券 第一個主更新是新的十字系關卡神魔之尊戰第2章開啟 這個不意外會開啟,屆時會看到很多熟悉的角色 指風、劍邪、劍聖、劍聖、閑魚臭等等都會登場 那不意外新的十字系就會有新的隱藏道具 那我把第二章的隱藏道具更新好了 大家可以到這個連結去做一個下載圖表呦 第二個主更新是神兵化真系統開啟 那這個我在昨天的懶人爆影片有講到 有興趣的可以找這個影片回去看 那我在這邊也再講一次幾個重點 第一點,第一波開神兵技能的是那個 玉池良、陸召依、余熙、白碗、楓寒月、陰劍品 這邊有我做的表格評價整理,可以點這個連結去看詳細的 那第二點就是說如果要開神兵技能 要開神兵技能的話請優先投資給楓寒月 對爬冰塔未來高難度的攻卡都很有幫助 不管星數都先衝就對了 風寒月PVP或PVP都有不錯的表現,不會讓你們失望 第三點,一把神兵要額外的3顆石水 所以基本上現在大家身上都有30-40顆左右 如果身上只有10幾顆的朋友,請趕快把名聲商店、地址商店的石水換一換 別到時候生兵沒做幾把出來喲 第三個主神星是逸文的九如塔玩法開啟 這個我在昨天的懶人包影片也有講到,有興趣可以找這個影片去回頭看 那我在這邊也在講幾個重點 簡單說成就是禁淵是主塔,五次是五座的屬性塔 要在主塔禁淵要打到10層之後才會去解放5次的屬性塔 總共是六場 大家先記得九如塔要每天爬六場的原因就是這樣子 其他詳細內容可以點這個文章進去看就可以知道了 以及以後爬塔就會詳細知道該做什麼事情了 那這邊三毛要講很重要的事情 九如塔要每天三場主塔加三場屬性塔,總共是六場 主塔要通過10層才會開屬性塔 這邊字幕帶過三次,很重要說三次喔 第四個主神星是7月流火的第四季開始,終於來了 這次流火真的有BP了,實在太感動了 這邊也提醒大家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準備15隻角色,15套魂石,15套飾品 如果套數不夠的可以偷偷用別人的傭兵 但是傭兵都很爛就是了 第二點就是BP從黃金3開始就會遇到了 白金3是強制要BP,所以不要以為只有白金才要BP 黃金也是會遇到白金的人去做BP的戰鬥 第三點應該會有很多人問說要怎麼樣的15人BP陣容吧 我在打陸服登峰的經驗 這邊我提供一個目前15人的國家隊給大家參考 這個是劍血神兵還沒出之前的版本 那主流就是3坦加2奶,配上10個輸出 基本上3幻神加李霄瑤加鷹無邪,那就會剩下5個位置了 之後會再另外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第五個主任性是限時召喚朔夢星霜 那趙佑跟赤獵的up詞 簡單來說這詞只有趙佑 值得去抽要去打PVP的玩家 那如果只打PVE的玩家或者是不打PVP的玩家 可以選擇跳過這詞等精選,或者是抽一彩排毒即可 請聽清楚我講的,只打PVE不打PVP的可以不抽 那其他玩家尤其是要打流火的玩家,趙佑一定要抽到5星以上 趙佑上場就是要5星,四星的趙佑就是寶貝龍,人人都可以秒殺 全能型鐵衛趙佑,最強坦克趙佑,趙佑抽爆他 那別問我次練要不要抽,次練他就只是個絕品青羅而已 第六個主任性是光風季月 這個東西會隨著新英雄推出後一起推出 特金活動7600元換皮膚時裝活動 意外的是這次光風季月也是持續4個禮拜到10月13號 意外的就是成為優良的傳統,實在是太好了 再祝奇奇大家記得早上10點再課金 這邊字幕帶過3次,說3次很重要 第七個主任性是通關文碟 這次有送一個新飾品就是長龍玉帶 老實講這個視頻只是鐵衛專門在帶而已 但是給鐵衛也不一定好用 因為條件式的關心,並不是每次的氣血都會比對方多 雙方提升的15%也不是想像中那麼好用 建議還是用慈航普度好朋友就好了 第八個主任性就是熟悉的盤子禮包 神鶴壽愛禮,大家都不認真 超子禮包88賺,880賺只賣450塊,買爆它 銀環魂光盒,這個大概就是用186元去買魂光跟銅錢 魂光跟銅錢有理性理財的,大家都不會太缺 後期都屬於一出資源,不用特別花錢去買這個東西啦 七刃石金禮、畫像無機禮、五香自選禮 這三個禮包我一起說 簡單來講就是用台幣短期獲得神兵的材料 用金錢換時間的概念,想要打留火的就買 全買總共是3160元左右 不想打留火的就不要浪費錢買這個,因為這些花時間都可以從九如塔獲得 氣刃石這個東西比較特別,等官方開活動兌換比較特別 再來是趙佑跟赤煉的55階直升禮包 一樣被勾病就是他們沒有給銅錢 雖然有材料沒有銅錢也是充不了,加上賣這個1000元 真的很貴啊,不是很便宜啊,屬於盤子禮包老朋友 總結來講,通關文碟跟官方禁月都是4月13號 所以4月13號就是劍聖跟五碟的版本了 大家要記得 劍聖這一池屬於都不落的小雙長池 主打PVE的玩家劍聖不能錯過 獨有的降攻加召喚物幫助很大 反倒是趙佑對PVE幫助比劍聖小很多 請理性投資卡池順序 好啦 那本次的更新內容如上 如果對更新內容有什麼看法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 三毛看到都會回覆唷 本部影片到這邊結束 我是三毛教主熊掌 若喜歡我的懶人包系列影片 記得幫我數值三連起來 按讚訂閱分享 想看我繼續分享其他影片 記得開啟小鈴鐺 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